近年来,四川各级民政部门通过出台生态安葬奖补制度,强化绿色殡葬宣传,组织公益活动,引导越来越多的适者家属选择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。 4月3日,成都第11届生态葬捐赠及集中安葬仪式在磨盘山公墓进行。捐赠现场,31位适者家属接受生态葬捐赠,并获得了生态葬荣荣誉证书。 记者现场看到,春风吹拂着树上的黄丝带,花葬区的杜鹃和石竹花开正宴,适者家属为适者三鞠躬,并将自己的手写信投入时光记忆邮箱。 仪式开始,礼仪队手捧骨灰带轻轻放入花葬区,工作人员手撒花瓣,黄色、白色的菊花花瓣满满满铺在了骨灰带上,适者家属为适者送上鲜花,一一道别。 今年70岁的吴先生此次选择将母亲的骨灰葬于鲜花之下。 他告诉记者,生态殡葬除了绿色环保,能够节省开支,更重要的是母亲一直都喜欢与花草为伴。 我的母亲已经在这个地方积放了34年,我一直为用什么方式来安藏它,化妆方式,正适合了我的心愿。 生前,我的母亲喜欢花草,我也很喜欢花草,我们就用这种花草的方式将生活史自然地联系在了一起。 据介绍,为鼓励和引导市民采用节地生态安藏,成都市对采用塔藏、臂藏、一学安放三个及以上骨灰等节地藏方式安藏的成都市户籍市者, 给予一次性奖补1500元。 对成都市户籍市者采用花藏、树藏、草坪藏、不保留骨灰等生态藏方式安藏的,给予一次性奖补3000元。 自2017年奖补政策实施以来,成都全市已有近6000名逝者享受节地生态奖补,累计发放奖补资金1000余万元。 成都墨盘山公墓相关负责人表示,成都市墨盘山公墓按照节地生态安藏理念, 先后开发时光记忆、时光静美、时光之强等,以思念和精神传承为主题的树藏、草坪藏、花坛藏、避藏区,积极推动生态环保的殡藏理念。 这个集体生态藏它发展的,这个过程是逐年趋好的。 开始我们举办树藏,第一年只有8家接受,后来逐渐增多。 这最近5年,每年的三天的安藏比例都超过50%,去年只达到52.4%了。 修一个符合政策的传统墓藏的话,我们可以修树藏的话,是可以修到11个到12个左右。 记者从成都市民政局获悉,截至目前,成都市公墓机构已基本实现节地藏、生态藏覆盖,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殡藏服务需求。 同时,2023年,成都市35家公墓机构免费向市民群众捐赠1597个节地生态安藏墓位,绿色殡藏逐渐成为成都市民新选择。